所以妳沒有去過大S家躺過的床墊嗎 妳會去人家 朋友家 人家的床墊嗎 狗妹 好像回憶了 躺一下JV妹 我告訴妳 真的是躺下去妳馬上有感覺 哎呀 佩晨姐姐不愧是最佳代言人呢 後佩晨14日出席情劇平白代言活動 許眾未見的佩晨姐姐藝術場便美翻全場 這次接下情劇代言 自己也透露平常興趣就是愛睡覺 我覺得睡美容覺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記得我的大兒子應該是大班的時候吧 就是大家就畫媽媽在幹嘛 他就會畫媽媽在睡覺 因為我都告訴他睡覺非常非常重要 我現在睡的是那種 應該是偏軟的床墊 然後是可以那個電動 所以一人一床 比如說如果我看電視比較晚 我就不會打擾到我先生 所以在價錢上也會比較高一點喔 哈哈哈哈 嗯 好像就是差不多 因為現在這個很普遍啦 這種電動床很普遍 一定都會關心 但是我不會多混 所以私底下都還沒有見到面 我們就是會正常的打電話傳簡訊 但是如果是我們不太會因為媒體上的新聞去特別聊這個話題這樣子 所以你沒有去過大S家躺過床墊嗎 你會去人家 朋友家 人家的床墊嗎 寶貝 你躺一下JBman 我告訴你 真的是躺下去 你馬上有感覺 我會手冰腳冰 會不會手冰腳冰 就是 那件毛衣我已經送人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件毛衣我本來好喜歡 但我已經送給我朋友了 也祝他保孕 我差不多了 我兩胎夠了 對 已經瘋瘋瘋就對了 我覺得我帶不動了 其實懷孕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但是因為帶孩子很容易焦慮 我覺得我實在是 兩個小朋友能夠把他們平平安心 剛剛帶好 我就很感恩 那王立宏付出也要祝福了嗎 當然 立宏的才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非常之難 那問近北還有連路嗎 平常就是沒有說很平凡 因為大家真的帶孩子都很忙 那互相節日關心問候這樣子 身為兩寶媽的漂亮媽咪真的是辛苦啦 也期待之後 沛山姐姐能感覺有新作品 跟大家見面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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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